大家好 我是石超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涛歌坎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威自仇杀队》 一直有朋友介绍这个片子 这是个英国的影片 《威自仇杀队》拍摄了一个非常详细 非常直接了当 应该说非常准确的 在独裁的 特别是像中共体制之下的 社会环境当中的 当权者 宣传者 被奴役的老百姓 以及媒体的作用 国宝的出现 和到最终作为普通的人 觉醒之后的表现 里面唯一欠缺的 或者说但是又非常直接了当的 就是以暴恶暴的方式 这是只能说叫欠缺 但是又非常真实的 描绘出在暴政体制之下 人们能够抗争的一种渠道 而里面更加特别的 就是宣传 宣传本身 对人们的迷惑 洗脑和他的邪恶的 内在的精髓的部分 想了解共产党是什么 就看《威自仇杀队》 我觉得是再准确不过了 那石涛在我自己节目当中的背景之下 我对中国社会的这种了解的背景之下 跟大家分享了 《威自仇杀队》在我眼睛当中的价值 那想看涛哥砍电影 有关如何分享《威自仇杀队》呢 那你就到YouTube里面的涛哥砍电影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两三个星期前周末 有机会去了这个美西 在加州的海滩上呢 当时在傍晚的时候 看到了一对年轻的白人夫妇 也到海边去 那初秋的海边呢 已经很冷了 也有风 结果这年轻的夫妇呢 男的呢抱了个孩子 那个孩子 在我看来也就十几天 十几天的婴儿 抱着婴儿去看海 这个母亲呢 那刚生了十几天的孩子的女人呢 也就那么 倒是没看她下水 但是很享受呢 傍晚时分 太平洋沿岸 暮日的和海水的那一份景色 那我看过之后 给我的感触 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国女人生孩子 要坐月子 连澡都不能洗 如果坐月子没做好 在坐月子期间做了病了 治不好的 能治好的就是再生一孩子 然后再生这个孩子 把他上次生孩子 坐月时带的病 招的病给带出去 带走 中国的民间是这样 一方水土一方人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 前一段时间 我们曾经跟大家描绘过 有关我个人对信仰的理解 那随着现在很多朋友新来了 所以也有朋友呢 来问询问说 如何你如何理解 现在的宗教和信仰 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以宗教之名杀人的 一定是邪的 一定是魔鬼 除此之外 一方水土一方人 那今天人们主要的信仰 除了杀人的之外 那都是在2500年前左右 2000到2500年前左右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中国的老子 印度的释迦牟尼佛 和这个西方的基督耶稣 出现了 而这三个地狱 他们之间是被高山 大海 与沙漠 隔离开的 2000多年前的人 他们是无法跨越高山 大海 和沙漠 那他们针对的人 传递的人 正好在人的肤色上 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差异 中国人 中国人是老子 黄肤色 印度人呢 其实人说那时候有百种印度人 有现在的这种 现在的这样肤色的人 但是他也同样不同于 在这个基督耶稣所传教的 所出生的地狱的人的肤色 所以我个人的说法 每一个神都把自己的都教导自己的 这个人说 只有一个神 每一个都是这么教导 那在2000多年之后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他自身的发展 已经突破了 在神 佛 道 出来传他们的 能够救人的 和约束人 道德规范的 这样的经 这样的理念 已经超越了当时自然的环境 今天的人 超越了当时的自然环境 沙漠海洋与高山 已经无法阻碍人们相互通婚 相互交往 相互赚钱 相互娶妻生子 突破了 也就是说 神在神佛道 在传递他们 影响到今天的 这样的经 这样的法 这样的道德 当时的环境 对比今天的环境 已经迥然不同 就像我们说 你看 周末就是鬼节 西方很大的节日 在电影当中 我们看到的 排鬼的片子 排得相当到位 你让今天的人 排神的片子 他排不好 今天以前 衡量一切 钱会毁了所有的人 因为当初 出卖神 最后的晚餐 原作在米兰 最后的晚餐 那是神的 贴身的弟子 因为钱 而出卖了神 京西宾馆 正在开五中全会 我们跟大家说了 现在从会场里 能传出点什么真东西 很难 但是我们也曾经提到过 五中全会 在京西宾馆开 京西宾馆 隶属总餐 是当年 人家郭伯雄手里的东西 你说 在里面开会的人 他们说的话 打得格放得屁 会不会被窃听录音 苹果日报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勾结政治地标总经理 掌握高官的喜好 令计划被揭 在京西宾馆窃听政要 其实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应景的消息了 他提到京西宾馆 昨天开始开会 北京媒体想借助五中全会 宣传一下京西宾馆的政治背景 结果在介绍京西宾馆 这是指新京报 他说政治背景很深 神秘很高档 结果说了五个罪 结果据说被删了 这篇报道被删了 然后他讲说 号称中共最安全的开会地 早前已经爆出丑闻 宾馆总经理解放军总参大校 留存水和令计划勾结 利用宾馆对政要监控窃听 用于私人目的 一直到令计划倒台 才被揭示出来 我觉得这就 内容就比较 这么一说就介绍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换个角度讲 京西宾馆你在里面打电话 说话喝茶 可能有专门的另外一个要比京西宾馆还要庞大多少倍的一个机构 一个自动的东西全都给你收录下来 对不对 非常有可能的 其实包括在我的眼睛里 如果今天主政的人也住在京西宾馆的话 开会期间同样可能会被收录的 那是以国家的角度 以任何的名义他们都会这么做的 所以我刚才才说 打个阁放个屁搞不好都录下来 我刚才说 看完全没有人 哪个屁搞不好都录下来 这把屁股都会到达了 可以当场 愿意 你离开 行 行 行 你 我 老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安全就是最不安全的 会议最多 那有些人呢 像今天开会是人家理所当然的 那有些人呢 为了能到京西宾馆开会呢 是为了出来讲身份摆牌场 说我爷我姑奶奶 我在京西宾馆开的会 小样子你知道吗 北京人叫人那德行出来 你知道吗 你能进 我跟你说 你连京西宾馆里厕所什么样 你见过吗 你没见过 我也能在那开会 你今天不跟我做买卖 你想想 马路边定这个 规格最高 最神秘 那这样的描绘 里面包含着中国人内在的 在党的体制之下的 自卑的心理 就像叫红二代 光二代 富二代的概念是一样 叫他们 骂他们 蔑视他们 是因为恨自己的爹 没本事 所以这个文章对的是讲说 在描绘着京西宾馆 其实你不如在描绘着中共上层的那种残酷性 那法广的另外一篇报道 有人认为自己有门道 披露出消息 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挺逗根 外媒传闻 韩正被换 胡春华被调往新疆 刘元会进入中央军委 文章讲 纽约时报引述分析指出 韩正或许被换下 刘元可能进入中央军委 而另有报道讲说 胡春华可能接管新疆 而纽约时报这个说法引述谁呢 是香港科技大的教授丁学良 外媒引述的中国人的说法 而那个说这个胡春华要调到新疆去 把现在的新疆的给弄下来 是谁说的呢 是乔居在美国的中国人说的 所以说了半天外媒 你往前一追 中国人自己干 中国人自己说 这消息是真是假呢 里面涉及到的三个人 刘元 韩正 和胡春华 其实在过往的报道当中 和过往我们看到那些流传当中 都被提过 什么意思 看起来是从十八大 里面传出的消息 我爷内部有人 实际是扬州炒饭 前两天 据说江泽民的家乡做了一个扬州炒饭 我不知道是多少用了一个大瓷盆炒了扬州炒饭 要进这个世界基尼斯记录 后来基尼斯发表声明 不承认他这个记录 他们这个饭炒完之后呢 把饭就都扔了 那干过那个事 好 所以炒饭都给扔了 放在这儿 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多想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